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早晨 今天是2024年2月20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博威环球征券 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Thomas 今早大社有什么焦点 一会内地公布LPR 一会访问 另外回控会公布业绩 一会访问职前的潜尖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 讲低力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先看看上日美股市况 美股是假期的 金融市场星期一就优势 上日方面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 英国富士指数继续做好 汇控在伦敦的股价 未跌0.1% 折合62.8港元 加上本港收市 轻微高出0.6% 泰区股市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继续做好 升近20点左右 最新报38,491点 首二综合指数向下跌16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未跌7点 西沙南50成份股指数也要跌 最新跌89点 11,563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没有什么方向 最新跌不足1点 稍后对完盘 我们会和大家详细更进 现在和Thomas King 谈谈外围的示范 美股上日优势 今星期没有什么重要数据 大家焦点放在NVIDIA的业绩上 星期三美股盘后 会公布业绩 财政年度在1月31日结束 今次最新公布的 就是截至上个月底第四季的业绩 公司在上一季公布业绩的时候 就给了一个指引 第四季的收入预期是200亿 按季比较大约只有一成的增长 但现在市场预期 预期的数字是比公司预期的进取 预期的第四季的收入大概有205亿 就略高于市场自己的股算 至于每股收益 市场估计会达到4.21美元 比去年同期升了6倍 按季比升13%左右 关注焦点之一是无利率 上一季的数字是非常漂亮的 有75% 以及看他们会对前景 给了什么指引 但看到NVIDIA 大家都很看好 亦都对它的增长很有信心 但今年至今 一个半月左右 已经升了46% 去年全年升了2.4倍 现在PE就去到95倍 市场对他们预期都高 你觉得他们达到市场预期的机会 大不大呢? 以及建议即前投资者可以如何部署 暂时的预计 都是10-20%一个增长 在一个高基数状况之下 如果真的做到的时候 相对上是有一个惊喜的状况 但我想市场会特别考虑 就是今年来说 会不会出现一些挑战 因为明显地 上年是一个低基数状况 所以每一个季度公布业绩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但是今年来说 可能中美的关系 仍然有一个不稳的状况 到底对于Ninfidia原材料的供应 是否真的稳定呢? 这也会成为一个变数系统 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考虑 就算可以保持增长 而现时Ninfidia 超过90倍的市盈率去看的时候 如果今年的增长不能去到近乎一倍的状况 就会出现一个估值偏高的状况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公布了业绩之后 市场最关心的就是 未来的收入和盈利指引 如果稍微令市场失望的时候 这个言论有机会令股价受压 是的 譬如说在职前的部署上 你会建议大家如何做呢? 其实如果已经有货的朋友来说 看看有没有机会 公布了业绩之后 看看股价能否去到745至750 这些水平 上周五收报大概是726 所以745至750 不算是一个很进取的预期 好了 但是未有货的朋友 因为始终现在股价也是偏高 就算我当是升到750元 其实那个回报也不是很吸引 可能就要忍一忍受 看看有没有机会稍稍回落 介乎680至700美元之间 才入手会比较安全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恒生指数昨天是向下的 港股年升三天之后 昨天就出现回吐 不过仍然守在五十天线上 内地股市长假期后服市做好 高开高收 但未能带动港股的表现 恒指低开五点后 最多跌大约200点 收市跌184点 收报16155点 跌幅1.1% 科指跑输大市跌2.7% 收报3253点 挫指借跌1.3% 收报5484点 北水回归 全日港股成交增加820亿 大约是两个星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里宁股价跌8% 中海油亦市做好 升3% 北水浓年第一个交易日 錄得淨流入 金额42亿7千万 淨流入最多的是中海油 有6亿2千万 中国移动有3亿达千万 美团和中电信 都有超过2亿北水淨流入 淨流出最多届汇控 淨流出资金是1亿1千万 腾讯淨流出的金额是8千万 先和Thomas聊聊回控 刚才说了NVIDIA就是美股的焦点 港股的焦点相信都会摆在回控 星期三预期中 不会公布业绩 现在市场预计 以全年来计 税前盈利会增长超过90% 但单单计第四季的数据 按年要跌8.7% 到47亿5千万美元 第四季股息市场预期进取 有34美先 到大约2.6港元 全年合计捡近5元 而昨天收市价62.4 股息捡近8厘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汇丰集团行政总裁齐耀年 在近期一次高层会议上说到 受惠的利率上升 形容去年的集团表现强劲 但也警告未来日子会变得艰难 除了看刚才我们说的盈利数据之外 未来大家都会看几个焦点 第一是出售加拿大业务 落实了 去年年底加拿大当局批准了 公司之前批准了 会派特别息 现在大家看着 星期三公布业绩的时候 会否说派特别息的时间表 第二是说回购金额 市场现在估计 今年第一季回购金额大约25亿美元 业务上问一下他们 怎样看息口走势 预期2024年开始 其实息差会开始随着减息 陆续收窄 看看他们口径会怎样说 想补充一点 就是出售加拿大业务 在去年年底获批 管理层之前已经明确说到 会积极考虑2024年上半年 派发每股21美先的特别股息 但花旗看完整件事后 就说相关交易经历了一段长时间 最新股值可能较当初宣布的时候有提升 意味正式出售后 有一个资金回笼 有机会做什么呢 特别息金额有机会增加 或者回购金额会额外再增加 现在大家都好看好 譬如回购或者派息方面 都有一些利好的憧憬 但汇控在农历假期服市后 在大约60元左右开市 其实上个星期只有3日市 已经升了4%来迎接这份业绩 Thomas 你在汇控上 你又建议大家之前如何复权 可以有什么策略 我想现在市场最关注 就是派息的状况 因为明显地 这个业绩就是因为之前一个低基数的时候 预算增长是九成 这个未必是一个很在意的地方 34尾先这个末期息 可能的确是有一些进取的预期 因为明显地上一次的末期息 都是派23尾先 就算你不要派到34尾 你派到28尾到30尾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数字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未必会派到34尾这么高 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一下 如果汇控是会部署派出 即是未来的财联 以4年会派这个特别股息的时候 应该也会预留多一些弹药来做 所以更加会进一步肯定 34尾先是有一个难度 而出手了业务之后 当然市值有一个上调的时候 有机会市场憧憬 汇控是多了钱来回笼 不过21尾先都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 就是汇控会多留一点钱 今年来说继续积极去做回笼 去稳定价格的表现 今年来说 我想中资股仍然是一个制裁风险 会比较高 资金如果流入港股的时候 都是倾向会流入一些外资背景的股份 对于汇控来说 暂时可以看高一线 今年股价有机会可以去到70元附近位置 但是业绩前后的股价 如果说涨的话 可能有机会64元这些位置有作 因为之前试过几次的顶 都是64元的位置 除非业绩有很大的惊喜 股息派很高 如果不是的话 64元这些位置 可能就要考虑食造户 对了 或者很短线而言 即前部署就是你会建议大家 现在先留一留守 等看完数据再考虑是否入市 还是即前其实都可以买一点 暂时看 你指64元来做一个指标去看的时候 昨天的收市价已经是62.4 你和64元的差距是很少的 所以无谓是博几个百分之的状况 稍为比较有利的位置 倾向上来 都是在60元以下部署会比较好些